我們今天要翻轉教室 我們把公民課的場景拉到戶外 要用身教來為學生示範 當你面對公義的時候行動的意義 召喚特教委條 召喚特教委條 重啟公聽程序 部長請出來 我們是公民教師行動聯盟 我們今天來到教育部門口成行的主要目的 是因為我們認為教育部在1月27號通過的特教委條 違反程序正義 然後是一個不當的行為 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夠暫緩 從1月27號到現在為止 到底教育部的課程審議委員會是哪幾個委員 其實我們都沒有看到 而在高中組、實組 跟1月24號的課發會 都有明顯的反對違條的意見下 在這樣子短短的二十幾天內 審查委員不顧程序正義 践踏我們對於公民老師認為重要的程序正義 並且詳細通過課綱 並且詳細通過課綱 我們覺得這個作為是非常過分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希望教育部能夠傾聽基層教授意見 這次微調的科目主要有 國文、歷史、地理跟公民、高中的階段的部分的微調 那微調的內容之中 這就是整個到現在教育部最誇張的一件事情 微調內容到現在沒有正式的對外進行任何的公告 公聽會的程序不是應該要先公告草案 再讓草案給大家看到嗎? 然後才有辦法表達意見 教育部是在秘密的情形下就強行通過 我們看到政府近年來一直使用這樣子黑箱的方式 通過各項國家重要政策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程序部分 現在微調內容 我們只知道第一版的草案可能有動到的部分 包含了加強中國意識 包含了加強中華傳統文化價值 包含了拿掉白色恐怖 拿掉減緩公民不服從的教導的這些部分 其實都是一再閹割學生公民學習的能力的部分 那這一些不知道在第二版又被改了多少 又更加強了多少 這是我們更擔心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能存取正當的公聽程序 讓大家知道到底課綱應該要怎麼做調整 1月27號教育部12年國教課程審議委員會 請問這是12年國教的 跟九九課綱審查微調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一個九九課綱的微調案 必須去放在12年國教的課程審議委員會 公聽會程序非常的倉促 從1月10號發公文 1月16、17兩天公聽會 北中蘭各辦了三場 按照過去的行政觀音來說 教委部必須在10天之內公告 公聽會的內容這件事情沒有做 所以完全沒有人知道 到底公聽會內容是什麼東西 甚至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連草案內容都看不到 1月24號 1月24號在國教院的課發會上面 委員是拒絕審查這個微調案的 1月25號高中職的分組會議 我們得到了消息 當天最後進入討論表決的時候是 15位委員反對微調 13位同意微調 為什麼教育部在27號的課審大會 推翻這兩個結論 這是我們認為非常不尊重程序正義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教育部民修戰道暗渡陳昌 以專家的傲慢 忽略前兩次會議的一個結論 那麼課程不僅是教學的指引 更是左右升學方向的出題 影響全國老師 影響全國的學生家長的權益勝據 因此我們呼籲請教講部長 暫緩核定具有正義的課綱 立即公佈 違調的內容 以及重啟民族審議與專業審查 公開與透明的機制 那那一天 因為我們有同仁質疑說 你並沒有去進行廣泛收體育檢 結果謝大林教授他親口證實說有 他委託了高中 就是高中工作圈 目前是由宜蘭高中的王英校長負責 他說他委託一個進行四個月的專案研究 研究的結果是說建議要違調 那我們要他拿出來他要之無其始 完全不知道到底 我們現在也要訴求說 如果有這個東西 我們成績書上有寫嘛 有的話請你公佈那四個月專案研究 我們看他到底老師有什麼意見 所以副署長現在願意接受我們的誠情嗎 可以 可以承諾嗎 可以承諾我們嗎 暫緩核單位調 落實程序正義嗎 我想我們願意接受我們的意見 多元意見是我們必須再來 來遵循的 所以有沒有要接受我們的意見 暫緩微調呢 還是要強行通過 我想 請承諾 請承諾 程序 程序上 我們根據課綱的發展 我們的程序上 不管是從自然或者是數學的微調 要多依照我們這次語文歷史或者是社會 都是如此的一個程序 都是如此為版程序正義的嗎 我想目前已經通過課程大會 接下來我們可能就必須要公告課程內容 然後讓教哥輸個桃上買回來 請公告 我想公告 公告後大概應該大家都應該了解 所以核定專案 不要讓大家知道嗎 不要公告 核定後會公告給大家 不准核定了嗎 不准核定了嗎 大會已經通過了 不准核定了嗎 上個禮拜 1月27號大會通過了 我想有大會通過 我們有一個程序的 請問大家 沒有人知道課綱的微調草案的內容情形下 教育故事打算核定了之後 再來請聽計程教室意見嗎 我想你們弄錯了 程序有走 所以在沒有人看到課綱草案的情形下 你不是說這叫程序有走 這是程序正義嗎 不是 不是程序正義的情形下 我想我們已經有開過公兵會 參加公兵會 還有包括相關工作圈的 參與 我想這個部分已經有完成了 請公佈課程大會的錄音檔 這看來分組的組長 竟然告訴我們說 反正要核定了 核定之後就會公告 所以這是一個在沒有學術專業 沒有充分討論 就是部分的人自己完成 然後就通過的課綱為條 等於是 他忽略了整個基層教室的意見 那我們公民老師教導學生的最重要的事情 不就是要怎麼樣實踐民主程序 要怎麼樣落實程序正義嗎 這樣子的過程 根本是用身教幫我們上了一個最糟糕的示範 所以不但在程序的過程中 實體的內容變分幅度 也需要更多的老師 更多的意見 共同會商 才有辦法做很好的微調討論 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公民老師們認為這樣子的做法是不恰當的 所以我會先回答 你不確定會身體 沒法定序正義 不是做法定序正義 要 put it 或是 advocates